大家好 今天是2019年11月17日下午6点 已经拍摄了大概一个半小时 可以看到晚上的游客依然非常多 那么后方的哥特式的建筑也是非常的美 拍完了就要回去了 但是依然看到有成千的上课游客来这边 这边我快速的给大家扫一下 好差不多了走了走了 哇 如果带单反相机来的话拍摄起来应该非常棒 如果带单反相机的话 ISO2000光圈4.0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哇你看那个 晚上 周六之日来上海外滩的话 需要从右侧就是这个位置 从地铁口从右侧往这边来 好不好 回去的时候从左侧 也就是那条那条位置上 我们往回看 可以看到这条路就是南京路步行街也叫河南中路 正前方呢就是这个新世界大碗百货 和平饭店地铁口 和平饭店地铁口 就是坐地铁 那边有地铁 那边有地铁 你看现在是下午六点半 然后呢我是五点四点半到外滩 四点半到外滩的时候外滩已经非常黑了 今天貌似要下雨但是没有下 所以大家都在就在有条不稳的等待的一个通行 回去的时候是从这个左侧 一天游客几十万根本就没有问题的了 哇一看每一次都有几百的游客 从这个右侧过来 我们要从左侧 这里就是左侧 哇 那是连山人啊 哇 可以看到这边游客多每一次都有上千的游客 从两侧 哇 现在是下午六点半 然后呢两边都有游客不停的往来进出参观上海外滩 因为我刚从国外回来 然后呢转路去了香港 香港那边基本上没有人的 所以说呢 那这里呢就是传说中的和平饭店 发个的有部电影叫和平饭店 这个和平饭店呢是建于一九二十九年 内外呢已经经过多次整修 所以说看起来是非常的非常的漂亮 哇这游客络络不绝啊我的天哪 能在上海找到一个非常不错的景点 而且还是免费的免费向公众开放 我相信上海外滩会去会是大家最想去的地方 回家是省钱呢 你不用花钱了老铁 像这种这种老特产在天津 天津南开区有这样的街 还有在北京 在北京前门大街 也有这样的一些特色的文化的地方 也有这样的一些特色的文化的地方 这种地方是你不许可知的 你不许可知的天津 你不许可知的天津 有些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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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就看到那种东西 我不要用这种东西 你不许可知的天津 你不许可知的那种东西 我只是说你的天津 好多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